手握2比1優勢的蒲原 再度面對富邦勇士 林金榜切入上籃 夠水準 帶動衛冕軍用招牌快攻 招待對手 加上陶思 蔡文成 兩位洋將領應外合 以22比18強得先機 勇士們不甘示弱 次節開局靠著 Baron強攻禁區超嫌比數 但陳建恩 陳紫薇 雙城發威 頻頻從外線開砲 商運歸隊的陳建恩 手感持續升溫 半場就強攻12分 而且說到射手 尖號鏡頭更不能少 無頂三分 空襲入網 將團隊單截命中率 拉抬到五成 反觀富邦只有不及格的三成三 半場打完蒲原44比38 繼續占上風 但富邦換場後回神 拉出6比0小高潮超車成功 主要原因就是 因應為傲的0倍連線 重出江湖 Baron今晚又是30 20的狂猛數據 KD 張宇林更加碼 送上底角重炮 但陳建恩展現任性 走底線後的拉桿上籃 硬吃兩位防守者 最後陶思兩罰眾議 在剩下21秒時 扳平比數 暫停後蒲原臥有球權 林進棒抄球發動快攻 前面有大空檔 結果上籃竟然放槍 富邦搶到籃板有機會贏球 但林書偉中距離沒能投進 雙方74比74殺日延長 兩軍在OT互相初選 但獨秒階段原本落後的富邦 靠六聲耀這顆底角重炮 再度超車 而且送助攻的就是好敵林書偉 隨後兩人又是完美的默契配合 底線附近兩分沒有放過 小柳延長賽個人包辦五分 讓球隊吃下頂心丸 中場富邦勇士86比81 立刻撲圓 系列戰搬成2比2平手 回到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中場地商工場